第1906集 月柔一惊,这才发现了叶辰,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自己房间来了。 她的俏脸微微泛红,虽然她年纪不大,但已情窦初开,这还是第一次有男子到她自己的闺房来,不过她却没有生气,反而既害羞又开心。 月柔轻叹了一口气道,唉,林师姐和林师兄被竹竹失门了。 叶辰点点头毫不意外,台渊剑派要拉拢自己,自然不可能把这两人留下,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完全是两人咎由自取罢了。 不过,不管这两人人品如何,说到底他们是陪伴月柔长大的,感情还是有的,而月柔可不像太渊剑派的那些高层一样,只看中利益,完全无视感情。 对于月柔这样的性格,叶辰反而更加喜欢。 不过月柔并没有怪叶辰,她虽然失落,但也知道,错的不是叶辰,而是李坤和林思琪。 叶辰笑道,丫头,过去的事就不要多想了,舞者本就是逆天而行,对于真正的强者而言,不论什么样的困境,都是能够克服的。 她突然拉住了月柔道,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下一刻,两人同时从房中消失了。 太渊剑派内,一块数十米高的巨石之前,人影一闪,一男一女出现在这里,正是叶辰和月柔。 月柔看了那巨石一眼,好奇道。 叶达哥,这不是我们太渊剑派的神异石吗?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神异石算得上太渊剑派之中的一处奇观,不过这里剑意太强烈,即使是太渊剑派的弟子都有些无法承受,很少来这里,只是偶尔会有一些资质其高的弟子来这里参悟罢了。 此时,神异石周围除了叶辰与月柔之外,空无一人。 叶辰微笑道,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好东西? 月柔小脸上浮现好奇的神色,这里除了他们两个和这块大石头,什么都没有啊,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看呢? 突然之间,月柔的小脸有些红了,她想起很久之前林四齐和她说过的一些话,难道孤男寡女在没有人的地方看的好东西会是……? 月柔的美眸有些慌乱,局促不安地抓着自己的长裙呼吸都加快了,不过她还是鼓起勇气对叶辰说道, 叶辰哥,我……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们男生那个东西,但是,如果是你想让我看的话,我愿意好好看的,甚至可以帮你。 叶辰微微一愣,万万没想到这丫头一言不合就开车。 她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你在想什么呢?我说的是让你看看我的舞蹈意愿。 月柔文言,原本白皙的小脸瞬间通红,简直像烧红的铁块一般,丢死人了。 自己竟然和叶辰说了那种话,你先在这里等着。 叶辰说完,便是向着神异石走去,她从轮回墓地取出那断裂的洛尘降龙剑。 洛尘降龙剑一出,整个神异石居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并且神异石爆发出一道通天血盲,血红光柱直冲天际,而叶辰也硬生生地被震飞出去。 叶辰蒙了,这是什么力量?匪夷所思到极致。 甚至若是刚才他没有激活赤尘神脉和天妖之体,说不定会化为血雾啊。 这只不过是人前辈留下的一丝丝,并且残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力量。 只可惜,人前辈的武学太高级了。 太渊剑派根本吸收不了,甚至形成了一种武学压制,让太渊剑派走入了某种歧途。 恐怕太渊剑意就是由此而来。 叶辰站起身,擦掉嘴角的血,一步步向着洛尘降龙剑走去。 他一滴精血落在洛尘降龙剑中。 下一秒,虚空震动,神异石背后出现一道裂缝。 突然,一柄剑尖冲出神异石,而神异石也瞬间暗淡。 一股凌冽的剑意仿佛让整个太渊剑派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地震。 夜晨呼吸急促,下一刻轮回墓地便是传来了一道极其恐怖的震动,竟然将这恐怖的剑意吸收殆尽。 一切瞬息风平浪静,夜晨带走了人前辈的剑意以及洛尘降龙剑的一部分,自然要留下一些东西,更适合太渊剑派的东西。 下一刻,夜晨手中多出了一柄漆黑长剑,沉声道,柔儿,看好了。 真武之意激荡而出,剑芒暴闪如若满天寒星云落大地。 原本还在海扫的月柔,瞬间便被夜晨这一剑完全吸引。 一剑斩出,如海的剑光之中,一道令人心计的道运在剑光之中浮现,正是那毁灭神道的气息。 夜晨这一剑可谓毫无保留,剑光瞬间倾泻在了神异石之上。 可是那有黑的巨石却没有化为粉碎。 下一刻,剑光收敛,神异石的表面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原本散发着淡淡剑意的神异石之中,骤然间浮现出了另一道强大霸道,灵霄破天,带着毁灭气息的意韵。 这正是夜晨的五道意韵。 月柔美眸之中神光暴闪,这意韵出现的同时,她竟是握住了一柄长剑,身形展开剑光四翼,不断出剑。 月柔的剑看起来似乎很凌乱,毫无章法,但渐渐的剑光之中,却又好像多出了点什么。 夜晨点点头,月柔的资质却是很好,而她那单纯清澈的心性也极为适合剑道。 看来,她已经从夜晨的五道意韵之中领悟了什么,正在摸索。 这时,又有数道身影出现在了神异石之前,正是太渊剑派的掌门月青山以及一众长老。 不只是她们,越来越多的太渊剑派弟子也被吸引过来了。 而这些人此刻都是无比无比震撼地看着神异石上的那道剑痕,惊为天人。 那是夜晨的五道意韵呢,无比恐怖的五道意韵,并且更适合她们的意韵。 这对于一个门派来说,特别是一个看中五道意韵的剑派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那意味着,这道意韵很可能会给太渊剑派在未来的岁月之中带来无数强大的弟子啊。 那简直就相当于给了太渊剑派一次崛起的机会啊。 别说是弟子了,连他们这些人参悟之下都可能有所进步。 之前神异石中的意韵固然强大,但却是有一种莫名的压制感,并且所有人都知道不适合他们。 修炼之后只会剑奏偏锋,但他们没有选择没有适合的五道意韵。 但是现在有了,叶臣的恩情太大了,岳青山以及一众长老已经激动得泪流满面了。 这一刻,他们竟是集体对着叶臣跪拜行礼道, 多谢叶公子大恩大德,我等永生难忘。 那些太渊剑派的弟子看到这一幕,惊呆了,彻底惊呆了,仿若窒息一般。 这些人放在第一神国简直可以撑起一片天了,怎么可能集体对着别人下跪呢? 若是拿地球做比较的话,就好像各国高层突然集体在别人面前下跪了一样。 叶臣的五道意韵就是有这个价值。 叶臣却是神色淡淡地道, 没什么,若是有人能够有所收获,那是他们自己的本事。 况且我也拿到了属于我的东西。 叶臣只是相当于给了一个机会而已。 而且说实话,叶臣虽然留下了自己的五道意韵, 但这五道意韵是他自己领悟的,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别人再怎么模仿,再怎么参悟,都不可能比得上叶臣的五道意韵。 最强大的五道意韵都是纯粹自己悟出来的。 岳青山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依然无比感激啊。 毕竟能够靠自己领悟出叶臣这种层次的真武之意, 以及神道意韵的时间能有几个。 别说神国了,上界和域外都不一定有多少吧。 有了叶臣这一道参考, 已经能够让无数舞者的意韵强大数倍乃至几十倍了。 不是谁都想追求完美的,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和叶臣这种层次的妖孽相提并论的。 而岳青山几人此时看向了正在无见的岳柔, 眼中竟都是无比羡慕。 他们知道, 岳柔目睹了叶臣留下意韵的全过程, 并且领悟了什么要说这次收获最大的就是岳柔了。 这时, 叶臣突然开口道, 都起来吧, 其实我也有一事相求。 岳青山等人起身道, 叶公子但说无妨。 叶臣道, 灭世之灾在即, 他日若是情况允许的话, 我希望太渊剑派能出手帮助第七神国度过这次劫难。 灭世之灾, 虽然各大神国都要承受, 但总体而言, 第一神国的压力是最小的, 而第七神国则是最大的。 岳青山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任凭叶公子差遣。 说实话, 若是叶臣毫无所图而留下如此大好处的话, 他们反倒会不安心的。 叶臣点点头道, 多谢, 此件事了, 我还有要事需要处理, 暂且告辞了。 说着, 他看向岳柔道, 柔儿这丫头很不错, 好好培养她。 这时, 岳青山却突然开口道, 叶公子, 走之前, 要不要去一次我太渊剑派的圣地? 岳青山身周的一众长老文言, 都是面线震撼之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